赵丽颖疯狂掉粉 只因她拒绝了媒体的拍摄 视频中看到赵丽颖正在化妆 但是当天的赵丽颖心情不佳 警告工作人员不要拍她 赵丽颖似乎很反感化妆时被拍摄 就这么一段小小插曲 引起了网络争议 网友认为 作为一名明星 应该早就习惯生活在镜头底下了吧 这是明星这份职业所要面临跟接受的必然操作 何况工作人员拍摄明星的各种各样举动 也是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 明星总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开心 就影响别人的工作进度吧 这个想法还是片面了 赵丽颖虽然是明星艺人 但她不是一头没有感情的机器 偶尔也有情绪波动的时候 要给艺人多加体谅 只是赵丽颖自从离婚后就一直掉粉不断 赵丽颖粉丝竟然主动的大规模脱粉 真是娱乐圈少有的饭圈现象 据了解这都是赵丽颖的事业粉在作祟 粉丝联合抵制赵丽颖的新剧 什么原因呢 原来是因为之前赵丽颖和王一博合作 电视剧的时候 收视率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而且两人合作并不愉快 所以粉丝不满主办方再次把王一博 赵丽颖两人组合起来二搭 但是两人合作的消息并没有被证实 只是网传赵丽颖将搭配王一博出演野蛮生长而已 可粉丝反抗的行为就是集体表示 不会再议员赵丽颖 赵丽颖是娱乐圈出了名的拼命三娘 她的作品都是有目共睹的热播剧 积累的粉丝大多数是剧粉 而评出家具的赵丽颖还是头一次遭到粉丝的嫌弃 难道赵丽颖结个婚以后 自己的作品的质量就下降了吗 粉丝抵制自己的爱豆去参演电视剧 在饭圈时很常见的一件事 可赵丽颖的粉丝大规模抵制脱粉 屡屡挂在热搜上下不来 可见其问题严重性 赵丽颖本人对这件事情也很无奈 之前杨子也同样受到粉丝抵制的情况 粉丝反对杨子接陈香如谢这部戏 纷纷表示如果杨子接了将不会再应援 可杨子仍然是接了 因为工作安排从来就不是一人自己单方面就能决定的 很大方面都是背后的团队拍板 赵丽颖也同样如此 赵丽颖工作室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一人赵丽颖越来越好 团队的每一个选择都有理有据 如果所有明星一人都任凭粉丝的喜好去做事的话 那会乱套了的 不得不说在这件事情上 粉丝实在是管得太宽了 可以不支持赵丽颖的新剧或者新合作对象 但搞出这么大动静的抵制实在难看 赵丽颖一直对于工作都是挺拼的状态 在离婚之后就马不停蹄的开始工作 都没来得及收拾心情 没想到付出的作品有非让粉丝大失所望 究竟是因为赵丽颖颜值外貌上不如全盛时期 还是赵丽颖的演技下滑了呢 请不吝点赵丽颖颖的手啊 未经许可,不吝点赵丽颖颖的行动 我来说的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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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